烏仁多南边平常水流不止的瀑布 因为暴风雪解冻成大片冰墙 老小孩也兴奋奔驰在厚厚的积雪中 仿佛真实版的冰雪奇缘 低气压盘踞在美加交界的五大湖 使暴风雪席卷美国与加拿大东部 安大略省一度积雪深达六十公分 当地居民也在阳台记录难得的景象 降雪之大之快 让轿车快被灭顶 就连庞大的校车也无法倖免 首都沃泰华的校车服务 因大雪陷入停摆 多伦多也不得不延后开雪时间 多伦多市长表示 已经出动全部的人员和机具 排除大雪带来的混乱 大人忙着蝉雪 小孩则在风雪趋缓之后 把握机会享受户外活动 加拿大政府预测 多伦多这两天还会继续下雪 当地要脱离大雪纷飞的日子 可能还要再等等了 华时新闻综合报道